繼續今天的原來生活好快樂 來到這個部分的環節名叫做更年期可以好分 大家聽到更年期,很多朋友當然會很擔心 有很多不舒服的感覺 無論是在情緒上高、影響人的心情 在身體上高,又會出現很多變化 在過度更年期,究竟作為女士 可以怎樣過度得比較舒服? 今天我請了一位專家來跟我們講解一下 苦產科的專科醫生,張凱晴醫生 張醫生,早安,你好 早安,Karen,你好 多謝張醫生 張醫生,我們節目的環節叫做更年期可以好分 我想聽眾朋友、女士們聽到就很開心 開心之餘,就很想問一下 怎樣可以達到沒有壓力和不會有什麼情緒高低上落 明白,我們通常都是跟病人多溝通 我們會跟他們解釋一下 其實更年期本身是一個人的自然現象 去到某個階段,人生會有些改變 必經的階段 是的 所以改變包括一些生理上的改變 例如身體的狀態 當然也包括一些情緒上的改變 當我們了解清楚,希望可以順利過渡 身體上的改變和情緒上的改變 你覺得哪一件事比較困擾女士 我想在我的角度看,兩方面都有 因為病人來看,很多時候帶有些不舒服 所以他們才會去求醫 所以我們通常兩方面都會看到 但我也聽過有些朋友說 有些是過了更年期都不知道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這麼舒服,好像沒有東西 但有些人又覺得身體不妥,又有些潮熱 很多的徵狀出現 其實這個沒有一個實際的解釋 不過我們可以說 每個人的身體對於改變和適應的程度 反應不同 是的 那有什麼最好的準備? 剛才我們說,每個人都必經的 如果年輕的時候,當作40多歲 我想距離更年期還有些時間 那有些什麼可以準備自己 為這個更年期會更好呢? 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不要去到到時 是的,太遲了 首先我想我們從一些健康的生活習慣入手 其實我們最重要是保持這個鈣質 鈣質的吸收會令我們骨質的密度好些 將來有骨質的機會會減低 所以做運動,曬太陽 或者在太陽下面做一些運動 其實是很重要的 除了運動之外 飲食和其他生活習慣 有沒有什麼提示給我們? 飲食呢 我自己覺得是保持健康的飲食習慣 健康的食物當然重要 亦都避免一些稍為沒有那麼健康的食物 例如過多的咖啡 或者一些遊戲飲品之類的東西 那些可能會影響我們身體的狀態 我知道很多朋友在過度更年期的時候 遇到一些不舒服 甚至是之前 有些人都會像剛才所說 現在很流行吃很多不同類型的飲食 你有什麼提示? 針對更年期的症狀 有什麼可以做? 在飲食方面 通常我們首先都會建議病人吃鈣片 鈣片 鈣片 加維他命D 小福鈣很重要 剛才你說做運動 曬太陽 吸收維他命D 這些都是令自己產生鈣質的機會大 因為這件事是更年期後 最明顯的問題 對 都會帶來一些更加嚴重的後果 所以我們要注意一下 藥物包括這些 當然有些普通的維他命 另外有些病人會吃跟更年期改變有關的藥物 譬如一些大豆耳王酮之類的補充劑 希望可以舒緩一些輕微的更年期不適 聽張醫生你這樣說 輕微的更年期不適 即是說如果真的比較嚴重 就不可以單靠吃這些藥物 還有給一些提示聽眾 其實有些人會聽別人說 這隻好那隻好 我看見身邊很多朋友都吃很多不同類型的藥物 是的 你在說藥物那裡 我的看法是覺得 其實藥物不要緊 你可以吃各方面 但盡可能不要太多重複 因為他們裏面的成份 其實很多都可能很接近 你就要看清楚 看他們會不會有些重複 變成過量就不太好 我覺得最重要是 有疑問的時候 就不要自己亂吃 找一些專家 例如醫生、營養師 看看一些內容 沒錯 看看成份 剛才你也說到 一些嚴重的症狀 可能醫生要用藥物 怎麼會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通常我們界定是 看病人會不會因為病症 影響到他日常生活 例如他覺得 外出很不方便 跟別人接觸交流的時候 覺得很尷尬 有病人會告訴你 因為我突然間 在冷氣房裡流汗 我隔壁的人 在開會的時候 就問你 你為什麼出汗 有冷氣的 就很難回應 很尷尬 如果出現這些情況 我們會覺得 既然影響到你日常生活 你可以考慮 進一步去治療 在生理上高之後 心理上高有什麼 比較大的轉變 心理上 你可能聽過 敏鎮 容易吵架 有些病人會有睡眠問題 睡眠 有些失眠 沒錯 或者有些人會覺得 記憶力差了一點 他們通常都說 不知道是否年紀大 就覺得自己好像記性差了 那這些是否全部都是 由於更年期的身體 荷爾蒙的轉變 引發的問題 沒錯 其實都是跟更年期有個關係 當然更年期都是跟年紀有直接關係 所以 就會覺得是一個衰退的問題 既然跟荷爾蒙有關 大家就會想一下 因為身體已經不懂得再製造 我就補充 這是否醫生通常都會用的方法 給婦女過度更年期 也是 如果她有必要的話 例如她的病症很明顯 或者她真的睡不著覺 情緒有很大的影響 我們就會用藥物去幫她 就是用這個荷爾蒙補充劑 去幫她舒緩病症 舒緩病症的同時 其實對於身體 我們剛才也有提到很多問題 例如情緒 或者她會突然間很熱 又或者是骨質疏鬆 鈣質 是否一樣東西 已經可以解決這麼多問題 其實真正的荷爾蒙補充劑 是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的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 病人有需要的時候 應該用來考慮一下 有多少種類呢 如果說到荷爾蒙補充劑 還有有些朋友聽過 荷爾蒙補充劑 會怕有副作用 張醫生你又解釋一下 好 荷爾蒙補充劑可以有不同的分類 第一個分類就是 分為單一荷爾蒙 還是一個混合的荷爾蒙補充劑 單一荷爾蒙補充劑 主要是一些刺激素 適合一些已經做了 子宮切除手術的副類用 其實也很安全 第二種就是混合的荷爾蒙補充劑 混合的意思就是 除了刺激素之外 還有一個黃體素在裡面 如果你加了黃體素之後 就可以避免子宮出現 內膜增生的問題 所以這也是讓荷爾蒙補充劑 更安全的做法 那決定用哪種 是單一的還是混合的 就是視乎女士的子宮在哪裡 是這樣的意思嗎 對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分類 最基本的分類 沒錯 我會這樣看 有些人之前聽過 用荷爾蒙補充劑 怕會產生乳癌 其他問題 現在發展到 這也是很久以前 經常都聽人說 今時今日 究竟這件事 是否依然是這樣 或者是否關於劑量事 那時候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出了一些很大型的研究 就發現了這件事 但是我們要仔細看那個研究 其實那個研究是針對一些 50歲或者以上年紀更大的婦女 但是我們現在用藥 基本上參考了研究之後 我們會選擇一些適合的女士 他們的風險 面對本身的基本風險 不是那麼大 亦都會很規律地跟他們覆診 幫他們跟進住 會不會有任何異常的情況 在這些情況之下 我們希望可以確保藥物安全 所以也不是長期服用 也不是立戀自己 沒錯 一定要找醫生跟進住 你們要找醫生 在用這些荷爾蒙補充劑的時候 一般來說 因為我也聽說 她有些女士的更年期 可以是多久 你會怎樣建議她們用的時間 用的長度 一般我們會跟她說 通常一開始 會考慮用一至兩年時間 一至兩年 然後就視乎那個情況 一至兩年後 她本身的風險 或者她控制的症狀是怎樣 然後再慢慢調教藥物 嗯 張醫生 我們這個部分可以很分 在過渡的時候 除了藥物之外 你覺得在她的日常生活 或者自己的情緒 食物方面 有什麼要留意 食物盡量保持健康飲食 減少鹽 減少 清淡 簡單 對 脂肪油份 因為剛才我們都還沒說 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都會隨著更年期和年紀而增加 所以我們都要在食物方面入手 另外就是 可能擴闊一下自己的社交圈子 培養多些不同的興趣 生活的興趣 對 你會有多些不同的興趣 多些範疇 生活就會豐富一些 多分一些 沒錯 就像我們今天腳主體一樣 沒錯 那情緒也會好一點 OK 今天謝謝張醫生 謝謝張醫生